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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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這張圖為什麼放在這邊 因為2025年其實不是一個政治的決策 這每個時間點是怎麼出來的 因為它是死照 在那個時間點就會過期 那已經超過30年的老舊電廠 我們難道要讓它繼續使用嗎 所以這個時間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在這個時間點之前要去提出一個務實的方案 議員這個是專業題目 那個核三核二是可以研議的 但是那個使用資料要重新申請是可以研議的 但是他們的設備也更加的老舊 超過30年這樣老舊的設備 市長你覺得要讓它繼續使用嗎 會不會也一樣會有安全上面的疑慮 沒有 我跟你說 這一題其實我現在看也是無解 不曉得怎麼辦 無解但是我們還是要去面對嗎 就像你說應該要拿出一個務實的態度 所以我就是想要跟市長建議的是 我希望你或者是民眾黨 在面對這一個問題 因為核四距離台北真的太近 就像你講的 如果真的發生核災事故 這對台北市的衝擊會非常的大 而這一題應該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不要把它變成一個政治的題目 市長你認同嗎 它本來就是科學的題目 我不要跟你抱怨 是你們把它搞成政治題目 現在慘了 不曉得怎麼說慘 那你的科學的解答是什麼 我跟妳講其實最安全的是 核二核三研議 然後讓那個再生能源追上來 現在你現在也沒有辦那個 研議的話你覺得應該要研議到什麼時候 就是爭取時間 看再生能源可以追多快 沒有啦這一條是專業題目